在猎豹面前不堪一击的鸵鸟 竟敢踹翻猎狗殴打狮子 它为何如此胆大 提到鸟 很多人都下意识认为它是轻盈敏捷型选手 战斗力不如地上的猛兽强悍 但是有一种鸟 它不轻盈却很敏捷 战斗力强悍到能顿狮子 猎狗等猛兽掰腕子 它就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鸵鸟 那么 鸵鸟到底有多厉害呢 竟敢与狮子叫板 对于蛇 蜥蜴等爬行类动物来说 鸵鸟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它们高达2米8的大个子 可以碾压那些在地上爬行的小动物 因为不会飞拳靠走 它进化出了肌肉发达有力的大长腿 一脚就能踩死地上的蛇虫鼠蚁 除了能碾压那些小型爬行动物外 鸵鸟面对著名的韬刚王者斑猎狗 也同样不处 之前有摄影师拍到了斑猎狗被鸵鸟暴揍的画面 一开始三只班猎狗偷偷摸摸打算不猎小鸵鸟 却被警觉的鸵鸟妈妈发现 它立刻跑到幼鸟前面守护 鸵鸟爸爸也凶狠地攻击驱赶这三只猎狗 另外两只剑势不妙迅速逃跑 只留下为首的那只班猎狗独自被暴怒的熊鸵鸟殴打 因为鸵鸟的个子比猎狗高很多 它无法使出最有效率的掏钢技巧 只能被动承受鸵鸟的着咬和脚踹 到最后拖着血淋淋的脑袋狼狈逃跑 班猎狗还算好的 即便身受重伤好歹捡回一条命 曾经还有过倒霉的猎豹在狩猎的时候 被鸵鸟锋利的爪子掏出内脏 当场毕命的事情 即便是草原上老大哥狮子 也有被鸵鸟一脚踢死的记录 不说这些野生的鸵鸟 人工饲养的鸵鸟也能一脚把人踹成重伤 可见鸵鸟的战斗力有多强 说到这里有人就好奇了 鸵鸟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能跟狮子 班猎狗等猛兽对战而不落下风呢 很多人觉得鸵鸟就是个傻大哥又笨又寒 遇到危险还喜欢把脑袋藏起来 实际上它们把脑袋埋沙子并不是因为胆小 而是为了更好地听清楚远处的声音 并且它们一点也不笨重 虽然个子大但是身体很灵活 它们的大长腿一不能迈出3米5的距离 可以腾空越过5米高的障碍物 鸵鸟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坚硬的鸟绘和锋利的脚爪 先说鸟绘 鸵鸟的体型和力气都很大 所以它的着咬攻击也有很大的杀伤力 农村20来斤的大额啄一下都让人受不了 更别说是300多斤的鸵鸟了 再说脚爪 鸵鸟的脚爪有两个脚趾 上面长着长达7厘米的锋利指甲 当它用脚奋力蹲踢的时候 可以轻易撕裂对方的皮肉 狮子和猎豹都有被开膛破肚的记录 并且它的大腿肌肉强壮 成年鸵鸟的脚踹力度达到了500斤 可以轻易把对方踹成内脏破裂 再一个 它们的速度和耐力也不差 冲刺速度可达70公里每小时 仅次于猎豹等少数动物 耐力也不低 能以50公里的速度连续奔跑5分钟 猎豹的耐力太差 持久性强的斑猎狗速度又不快 所以基本很少有动物能够带到它 作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鸟 鸵鸟2米8的个子和150公斤的体重 可以对绝大多数小型捕适者形成碾压 它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眼睛 单个眼睛重达60公克 比脑子还要大 所以它们视力非常好 大老远就能发现威胁者 既然鸵鸟这么可怕 体型 速度 耐力 攻击力都很强大 连草原上最厉害的狮子和斑猎狗 都无法在它跟前讨到什么便利 那么鸵鸟当真是无敌的存在吗 可以在草原上横着走吗 鸵鸟在非洲草原上 确实是食物链顶端的动物 但要说它无敌 那就太夸张了 成年的鸵鸟虽然强悍 但是鸵鸟蛋和刚孵化出来的幼崽 却天敌很多 埃及秃鹰 小型的土狼 狐狼等动物都会吃鸵鸟蛋 通常只有10%的蛋能够孵化 幼崽时期的鸵鸟也很容易遭到暴露 斑猎狗等肉食动物的捕食 而成年鸵鸟最大的天敌 就是猎豹和狮子 鸵鸟虽然各方面战斗力都不低 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因为腿太长而导致的底盘不稳 它站着的时候当然威慑力很大 无论鸟会合适鸟腿都攻击力不小 但只要被扑倒 那它是无法立马站起来的 这时候其他食肉动物只要瞅准它的长脖子一咬 就能要了它的命 因此狮子和猎豹这两种扑咬能力强悍的猫科动物 便有很大的机会能猎杀鸵鸟 一般熊狮猎杀鸵鸟的时候都是先扑倒 雌狮集结个三五头 同样也能扑倒杀死它 只有单独的磁室面对鸵鸟时 很容易被威胁 而猎豹的弹跳力和极限爆发力都非常变态 是陆地上的速度之王 当它提埋伏然后趁鸵鸟不注意时猛冲 鸵鸟也很容易因为意识慌乱而被扑倒咬死 并且猎豹之间也会互相合作不练 当然因为鸵鸟的反击能力并不低 所以狮子和猎豹一般不会把鸵鸟当成常规食物 只要猎物匮乏的时候才会抓它保护